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果凌晨公布。 收息股中,有些股息率高一些,有些低一些,月收房托405股息率最高,长期暂在6厘至7厘之间,领展823最低,只有3厘至4厘的股息。偶尔,领展股价被炒起时,3厘息也不保,一见到领展股息率低于3厘,股价就快向下调整了。 因此,市场也有一批人在长期炒作领展,赚取价差比收息更强,上述两只房托股,一只高息一只低息。 因此,理想的作法就是同时持有领展与月收房托,海会再短短六天售出871火。 套现106亿元,尽管有人说这是大劈价,开心价的效果,不过,能有这效果,说明想买楼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。 只要地产商愿意小赚一些,薄利多消没问题,海会再大劈价之后,无利润依然可观,海会的成功,可能吸引其他地产商在短期内也加入售楼行列。 尽快卖,尽快套现,近日,已经有地产界人士在预言。 孙阳明年农历新年之后,楼市会出现小阳春,如此看来,我们也不该对本地地产股太悲观。 多数本地地产股在今年10月底也已经走到有力的支持点。 股息率也不差,因此也可以列入进可供,退可守的股。